欢迎收看老报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无法醒来的短片 《真妖》 小美是一名护士和自己的男友住在一起 但她总是一身一滚 稍微有些风吹草动 都会触动她敏感的神经 这天她在洗澡时听到男友的手机响了 头发都没吹就跑出来查看状况 原来小美一直在监视男友的手机 这种侵犯私人空间的做法 遭到了男友的质疑 小美反而到达一趴 反问男友那你有什么不敢让我知道的 男友见满不下去 便老实交代前女友跟她借钱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就吵了起来 便见小美情绪失控 男友果断离家留下小美一人歇斯底里的号叫 更令人意外的是 男友一走就没有再回来 小美给她发了一周的短信 都不见有回复 同时见小美精神萎靡 便约她晚上去唱K 开心一下 但这也是徒劳 小美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 晚上也睡不好觉 无奈之下 小美准备换一个枕头 在老板的力尽下 她把一个药针带回了家 这个枕头散发着令人舒适的香气 小美很是喜欢 刚一到家 她就抱着枕头躺在了沙发上 温着枕头散发的香气 小美沉沉睡去 梦中 她发现男友回来了 笑意盈盈地看着她 小美紧紧抱着男友 正怕她再次离开 不知过了多久 小美缓缓醒来 她意识到这个枕头不一般 似乎只要枕着她 男友就会出现在梦里 她身陷其中 恨不得每天都抱着枕头 这天上班时 同时跟小美说自己有个警察朋友 可以帮小美调查 失踪的男友 小美答应下来 并向警察提交了男友的信息 警察细心收好 并表示 有消息第一时间联系她 小美千恩万切 送走了警察 她没有发现自己买的枕头 仿佛活了一般 一起一伏地呼吸着 慢慢的 小美已经离不开枕头了 她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 贪恋着梦中 河南有片刻的欢愉 后来 她干脆白天也拉上床脸睡觉 还艰辛梦里面 一切都可以从头来过 久而久之 小美的精神越来越差 明明睡得很多 却有了黑眼圈 头发也是大拔大拔的掉 身体仿佛被掏空 但小美完全不在乎 她甚至宁愿一辈子待在梦里 不要醒来 给同事打电话请玩家 小美抱着自己心爱的枕头 再一次进入了梦乡 但没过多久 同事们就坐不坐了 小美很久没有要来上班 打电话也不接 大家都很担心 他们叫了警察 哄门而入 发现小美抱着枕头 在床上呼呼大水 可她脉步很弱 已经毁天乏处 至于小美的男友 此刻正静静躺在衣柜里 原来小美在和男友争吵之后 相依幸运威胁男友留下 男友害怕小美误伤自己 并上前阻止 在二人争夺中 小美失手把男友插死了 失魂落魄的她 只好把男友密封在 真空袋 并放到衣柜里 买回来的枕头 也并非善累 她其实是一只枕腰 画作男友的模样 洗干了小美的氧气 尽管男友的鬼魂 试图阻止这一切发生 可心鬼哪里斗得过老妖 小美注定要在虚幻中死去 真要是电影其幻影的 第一个故事 影片是标准的抗视惊悚 如何能有某鬼怪 让大家把更多的视线 放在人身上 恋爱中 不论男女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至于感情中 存在的矛盾 也可以用更加理性的方式解决 冷暴力也好 歇死底里也罢 所有感受自己能摸清 感情这回事呢 以上就是本期老婆丁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婆丁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好 好 好